大家好,我是Bonita 很快就过年了 香港的市面也变得很热闹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每年春节前我都会去找一位老朋友陈老师 他是一位书法老师 每年春节前都会在铜锣湾的街头摆摊 让大家可以把这些漂亮的春联带回家 也为这个城市带来了更多的新年气氛 春联上写的都是吉利的话语 代表人们对未来一年的期盼 有人会希望财运腾通 有人会祈求合家平安 又或者是好运一直在身边 我在学习普语 当然要学业进步了 除了四字春联 还有很传统的款色 我每年都会把衣服挂在公寓的大门 祈求一家人平安顺利 我很喜欢这种喜庆的样子 你喜欢吗 写好了春联就要去买年花了 虽然春节前市面会多了很多卖花的地方 但一般市民都会去花卫市场 又或者郊区的养殖场购买 年花的种类很多 买花除了选年值 有些年花还有特别意义 牡丹代表富贵 橘子就是吉利 这个叫五代铜糖 当然是希望儿孙满糖 我最喜欢桃花 因为它代表财运和人缘 当然也包括爱情运 你看桃花盛开的时候真的很美啊 过年要准备的还有全盒 里面放满糖果 象征金银财宝 也希望吃过的人都甜甜蜜蜜 我也会准备红包 挑选自己喜欢的设计也是一种乐趣啊 红包里面是什么 当然是现金了 金额多少无所谓 最重要是一份祝福 大年三十的晚上 我母亲也会给我一个红包 那就压岁钱 是要放在枕头底下 希望来年大吉大利 说了那么多 你是否觉得中国人过新年很好玩呢 好玩的还有年校市场 让我带你去看看吧 这是香港最大的年校市场 有一百多个摊位 主要是卖春节的布置与鲜花 因为还不能随便脱口罩 就停止提供餐饮服务了 虽然少了口服 但可以这样走走 我已经很满足了 给大家拜个早年 祝福大家突年大吉大利 身体健康